肖燕燕本来心情不佳,却被耶律贤斗得笑颜大开,肖燕燕更是直言耶律贤很适合当皇上,二人聊得甚欢,还成为了秘密朋友。 回宫途中,耶律贤跟普尔谈起他的打算,他虽有心想求取燕燕,眼下却不是最佳时机。 大婚第二天,肖虎脸跟太平王前来拜见主上,主上带二人热情有加,催他们尽快生儿子,而迪烈想为儿子挖哥争取机会,但主上并不待见这个三弟,还将他们父子打发去南京镇守,这时西尹跟乌骨里也前来拜见,主上只让二人一边候着。 韩德让与萧燕燕在草原上嘻嘻玩闹,刚好遇到了摩鲁骨,摩鲁骨嘲笑韩德让是杖下奴,还要带人殴打他,韩德让寡不敌众,幸亏耶律邪诊出手阻止,修哥也前来阻止摩鲁骨,这才避免事态恶化。 另一边,习银与乌骨里站在宫殿外,二人惹气吞声,发誓一定要将今日的屈辱加倍讨回来。 此时,萧燕燕为韩德让上药,希望他日后不要因为门第出身而离开自己。 萧燕燕想知道,韩德让何时来提亲,还说自己愿意跟他同生共死,就让他们知道我们俩多般配多相称,气死他们,我对你负责到底的,天天都来照顾你。 耶律贤发现太平王的人一直跟踪着自己,于是他决定来萧府外等燕燕,约他一同去酒司做作。 耶律贤看到萧燕燕受了伤,疑问之下才得知缘由,正好摩鲁骨在对面酒司,耶律贤跟萧燕燕决定为韩德让出气。 萧燕燕故意引摩鲁骨来到高叔密室的包间中,摩鲁骨误以为韩德让在里面,便骂骂咧咧地打了进来。 高薰健壮让手下往死里打摩鲁骨,此时太平王收到高薰跟耶律贤进了同一间酒司的消息,也连忙赶了过来。 弄清楚情况后,只认为是耶律贤想娶萧家的女儿。 对不起,对不起。